今天是禮拜一 我帶小朋友去學游泳 那在這個一個小時之內呢 我有時間來錄製一些影片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將會是如何 執行最基本的波比跳 大家好我是Gladys 今天我要帶你來做Burpees 那Burpees呢是很多人很愛 可能大部分人比較不愛的一個動作 那Burpees呢是一個非常棒的 全身上下的訓練 它能夠鍛鍊我們的心肺 當你做很多次的時候呢 你的心肺功能會進步 然後再來呢就是它是一個 複合式的訓練 一個動作呢它卻使用到非常多的關節 我們在協調上面也是需要鍛鍊到的 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將帶領你如何正確的執行Burpees 哪些常見的錯誤 那你可以做哪一些糾正的動作 讓你的Burpees能夠跳得更好 做得更好 然後呢你可以在下次的影片當中呢 找到很多不一樣的花式 Burpees有15種 或者是更多的花式Burpees動作 那我們馬上就來看 Burpees的基本動作 該怎麼做 我將先教你如何做 一般沒有做伏地挺身的Burpees 那這是最基本最簡單的動作 那我們一開始呢 將我們的雙腳站在屁股的寬度 雙手放在與腳尖靠近的地方 然後雙腳往後跳 將你的腳再次的跳回來 靠近掌心的位置 然後往上跳 那讓你看側邊呢 半蹲 腳往後跳 往前跳 再往上 那很常見的錯誤就是 很多人圓背下去 那當你是圓背 代表你的膝蓋沒有彎曲 再來 當他往後跳的時候 腳沒有伸直沒有繃緊 那你的膝蓋就會往下彈 可能會受傷 可能會因此而 撞到你的膝蓋 再來 往前跳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把屁股貼到小腿 那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錯誤 因為呢 我們必須要維持膝蓋的90度 然後再來 跳的時候 會圓背而跳 沒有把身體伸直 就跳起來 這些四個簡單的動作 都是錯誤的 那可能不是一次都錯到完 那有些人是 哪四個分解動作當中呢 你可能錯了一個 那我們再試一試 如何做正確的動作 第一 先把你的屁股往下蹲 讓你的背是直的 胸口對前方 雙腳在屁股的外側 掌心放在地板 那不要用你的 你不要用你的手指碰在地板 因為只用你的十根手指去支撐你的身體重量 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將你的掌心扎實的放在地板了之後呢 往後跳 檢查你的膝蓋要90度 屁股大概於 膝蓋的高度同高 往後跳 好 將你的屁股夾緊 肚子收緊 檢查你的肩膀在掌心的正上方 腿是崩的 再來呢 我們必須用肚子的力量 將你的雙腳往前跳 來 往前跳了之後呢 屁股 再一次檢查你的屁股有沒有在 膝蓋的高度 OK 不要往下掉了 再來呢 往前看 當你往前看了之後往上跳 連續做的動作 蹲 跳 剛才那些呢是最基本的動作 也就是我們往下蹲 往後跳 往前跳再往上跳 這些是最基本的 那第二個步驟呢 如果你已經掌握了第一個階段 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你可以加入身體 趴在地板的動作 這樣子你可以多多鍛鍊到你的手臂 以及你的上肢 我們馬上來看第二個階段的 Burpees該怎麼做 半蹲 蹲 往後跳 慢慢的往下 然後用手臂的力量 將身體推上來 再直膝 往上 當我們往後蹲 我們鍛鍊大腿 往後跳來到棒式 鍛鍊核心以及肩膀的穩定 慢慢的往下趴 以及推起來 鍛鍊上肢的力量 往前往上跳 鍛鍊大腿的力量 以及爆發力 這是非常棒的全身訓練動作 如果你可以慢慢的建立了你的上肢的力量之後呢 你甚至可以做直膝的把你的身體推上來 也就是呢慢慢的把你的動作變成一個伏地挺身的動作 那這是第二個階段 先掌握好你的第一個階段 再進入第二個階段 那次數呢 如果你是初學完全沒有做過這樣子的動作 我會建議你從十次開始 因為十次呢 你的心跳就會上升非常快 就像我現在這樣 那十次之後 你覺得我好像可以多做個五次或者十次 那你可以把最基本的動作變成二十次 做了二十次之後呢 你覺得我的體能好像進步很多了 那你再進入第二個階段 到伏地挺身 或者趴在地板的動作 那這個過程呢 你可能需要用到一週兩週 或者是三週的時間 來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都沒問題 因為我們每個人身體本來就不一樣 有些人需要用比較長的時間去鍛鍊 有些人可能每天都練 那他的進度會非常快 那依照你個人的時間 你能夠付出的多少的時間去做這個訓練 你付出多少的努力 你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做了幾個 這些都是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這就是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 如何去執行基本的Burpee動作 先把動作做好 做得扎實 再往下一個Level前進 那在下一個影片呢 我將與你分享 十五個不一樣的Burpee花式 甚至可以有更多的花式 但是下一個影片呢 將會是十五個不一樣的Burpee花式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這樣子的影片 或者你有任何的建議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都會看得到喔 那我可以在未來計劃在我的 YouTube的影片當中 如果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按讚 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喔 掰掰 好我錄製完了 我現在要去接小孩 我剩下八分鐘的時間 好 怎麼有錄影這樣會寫的 有鏡頭有寫的 各位人很好 今天就叫起來囉 那一個在那裡 看到了嗎 好了準備了 第七個字要收 OK嗎 OK GO 哇 好很好 好 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是游泳的 泳隊的 但是呢 就是 無法教兒子怎麼去游泳 因為他會賴皮 然後就不想要做 那 就想說好吧 就交給別人去教 所以呢 當初想說 那就請游泳教練 好好的去教他 所以呢 我試著用半年的時間 給他用頭 進到水裡面 但他就是不肯下去 然後來這邊 第一天 他就可以進到水裡面去了 所以 有時候 身為父母真的是沒有辦法 把事情做好 是因為小朋友會賴皮 那 還是交給專業的來做啊 那今天呢 那個教練說 他的進度還蠻不錯的 就是 他有辦法換氣了 可以換 你可以換幾次氣 你可以換幾次 你可以換幾次 你可以換三次氣了 四次了 上個禮拜他只要換 兩次 還是應該是第二次的時候 他就會喝到水 那今天呢 他有辦法換到四次了 YA 掰掰 好啦我們現在要回家囉 掰掰